面容娇好 天资聪颖 有演艺天赋和梦想的学生们 很多都会选择成为一考生 每年从艺术类院校毕业的学生成千上万 但真正走红的没几个 而且花五百日红 在娱乐圈这样浮躁的名利场 如果不能守着演艺的初心也不过是昙花一线 而在圈里有这样一位女星 不仅颜值出众 各方面也都十分有意 从小就在演艺圈里面摸爬滚打 但依旧保持着初心 她就是邻家妹妹赵金麦 不同于别的童心年少成名 童心阶段的赵金麦并不要演 因为从小受到具有艺术细胞的母亲影响 赵金麦打小就对文艺表演充满了兴趣 六岁就被家里送进沈阳晚报儿童表演班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奠定了她以后的发展方向 小小年纪的她在表演班得到了很多演出机会 以至于练出一身记忆在镜头面前毫不怯场 八岁那年赵金麦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影视角色 饰演一个小配角 可惜并未在荧幕上争得多少热度 之后赵金麦也没停止自己的影视道路 几乎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在急不向前 但少儿作品终归是有局限性的 不过或许平淡也是一种历练 沉淀够了便会后继勃发 后来转向大制作的赵金麦先后拍了一系列都市剧 合作的都是大咖 虽然有的戏分并不多 但赵金麦演技相当在线 总是能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神情表演的无可挑剔 而真正让他大火的是少年派的开播 那个天真又带有几分俏皮的林家小妹瞬间火遍全网 本就靠着流浪地球攒了一波人气的赵金麦 靠着林妙妙一脚更近一步 可以说半只脚踏入新生代顶流的位置 此时的他已经是40亿票房女主 在拍摄流浪地球时候 那时的赵金麦只有17岁 每天要穿着60多斤的防护服进行拍摄 而且一拍就长达十几个小时 即便是筋疲力竭他也未曾喊过来 因为他怕因为自己而影响了拍摄进度 而且因为拍戏的原因不得不在剧组长时间生活 但赵金麦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并没有放弃学业 在日复一日看剧本被台词的枯燥生活的闲雨时间 他都全身心投入到课业中去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流浪地球拍摄有多艰苦 有很多时候他们是穿着航空装拍戏 休息的时候都是直躺着 大人拍完都里摊了 更别说赵金麦还是个孩子了 所以妹妹学习是真的很拼 2020年赵金麦踏上一考之路 这次他再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拿下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以超过一考线170分的成绩被中细录取 一入中细赵金麦的发展势头愈发猛烈 两年多时间他便贡献出数部热剧 且风格不断变化 并未局限在之前的天真甜美风 各类角色都能熟练驾驭 而私下的赵金麦更是相当自律 是一位热爱运动的女孩 此前网上曝光了一组她的运动装照 瞬间引来一波围观 照片中赵金麦身穿一身蓝色运动装 扎两根小便 俏皮可爱的样子非常惹人喜欢 妥妥的一枚元气美少女 青春阳光活力四射 令人不禁感慨一句 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啊 而最引人注意的是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赵金麦身材 却十分好 没想到才19岁的赵金麦身材这么有料 不但拥有好身材 还有令人羡慕的小蛮腰 在紧身健身服的衬托下 将纤细的腰身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人自跳的那一刻 凹凸有致的身材仿佛过山车很是吸睛 赵金麦运动细胞超强 在跑马拉松比赛时也是轻松获得银牌 他拍摄运动装饰很合适的 在运动方面赵金麦很认真很努力 他不是那种瘦弱而是刚强 肌肉充满力量表现力也很好 而这种曲线不是来自结实 而是来自健康规律的生活 可以说赵金麦的美在娱乐圈是独树一致的 娱乐圈美女太多了 要想出类拔萃就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 虽然赵金麦年纪小 但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和巨大的力量 有人预测如果赵金麦后续不走弯路 一定可以走到孙力的地位 因为他还是小戏谷里非常有可塑性的 注定是要走实力派的 而且现在的赵金麦势头很猛 相信他坚持本心肯定能发展得越来越好